还记得吗 原本在8月28号呢 有一项东西呢 是这个公民可以参加的 就是这个投票要公投 有什么样的议题呢 珍爱藻礁 反莱猪重启核四 还有公投榜大选等等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呢 中选会告诉大家 要延到12月18号 但有人觉得很奇怪啊 其实在8月28号 还有一样东西要来选 选什么 就是投票的 就是这个激进党的立委 陈柏惟的罢免案 但是目前很奇怪啊 他还是不变哦 他还是一样定调在8月28号 所以这一次呢 就有人觉得 你这是双重标准吗 为什么说双重标准啊 学问会告诉你啦 如果呢 如果8月28号 大家出来公投的话呢 哎呦 群聚呢 要小心哦 怕群聚感染 距离要保护好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先往后延 可能之后的疫情 会比较稳一点 到时候再出来投票 但你奇怪啦 那你陈柏惟的罢免案 你定在2月28号 那请问台中是怎样 没疫情了吗 还是台中人的命就不是命呢 你看对此哦 3Q总部的领先人 杨文元就讲了 台中第二选区的命 难道就不是命吗 还是说是趁机 要来保一下陈柏惟呢 因为8月28嘛 可能疫情还稍微比较紧绷一点点 那怕的人就可能会选择 不出门投票了 所以是不是就此想要降低 他的这个投票率等等 是这样子吗 很多人有疑问 你什么样的意见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留言板 接下来 金严峻就连公投都得改期 中选会拍板原定88举行的 珍爱藻礁重启核四等 四大公投案将延到 十二月十八号投票 不过国民党认为改期标准 没有法源要求召开临时会 并同时推动不在即投票 由于合格投票人高达 一千九百八十万人 选务人员逼近二十七万中选会提出 五大理由延后投票 吊诡的是 激进党立委 陈柏惟罢免案 仍然维持八二八 也爱红是双标几位护航 我们台中第二选区的 公民的命就不是命吗 投票都有两套标准 号称独立机关的中选会 若只有政治考量 疫情成了选战工具 让身处染疫风险下的国人 请隔一看 这里家贵姚立强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网友有人认为 这是做双标 有的人认为动机不单纯 还有人认为很简单 就是为了要保存 这都是大家的意见 欢迎到聊天室 跟我们一块来互动 另外这也是大家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跟行为 陈时中在一号记者会上面 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他戴了一个口罩 这口罩引起的话题 因为上面是一个 很大的美国国旗 一只黑猫 黑猫上面有一个台湾的国旗 这个叫做战猫口罩 问他为什么要戴这样特殊口罩呢 答案是为了要感谢 美国给台湾疫苗 但是为什么是黑猫 刚刚的镜面秀给你看了 黑猫代表的是萧美琴 因为萧美琴很喜欢猫 很喜欢猫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口罩 我们换到另外一张 就可以看到口罩就变成这只黑猫 上面的脖子上面挂的就是台湾的国旗 然后站在非常大一面的美国国旗的旁边 这跟之前比方说 我们跟捷克见面好了 他那时候有口罩嘛 对不对 但至少两边的国旗大小 一样吧 一比一吧 怎么这一回美国跟台湾 美国就特别大 台湾基本上看不到 你不跟我讲说是台湾国旗 我还真的看不出来是台湾国旗 就以为自己是红色的鱼被猫这样叼着而已 好 现在知道了 他是台湾国旗之后呢 在野党就想问了 难道你们是在巴结美国吗 想当美国的宠物吗 是中开记者会 但怎么脸上的口罩 比疫情内容更强戏 那今天先跟大家来报告 仔细看大大美国旗 站满口罩四分之一版面 旁边的小黑猫脖子 系上的中华民国旗 小到快被人忽略 指挥中心说这口罩 是要感谢美国送疫苗给台湾 还要谢谢萧美晴奔走努力 这只黑色战猫 就是代表萧美晴 蓝军炮轰 何时国旗是给你这样搞 你要去做宠物 你不要做人 我们没有意见 但是你不可以 把台湾的老百姓 变成是美国的宠物 有必要把美国花了这么大 然后台湾花了这么小 连动物都不如这样子 我觉得他还做见 你们真的觉得 我们就是美国人的灰孙子吗 你们真的觉得 我们台湾就只是美国人养的狗吗 一定要把台湾的国格 降到这么低吗 我有崩溃炸翻 没让人民有足够疫苗 对美填好填满 只看到满满悲哀 刚好美国送两百五十万支疫苗 还是台积电去要的 民进党怎有脸懒公子孩 过去民进党戴的台美日友好口罩 到城市中台湾伯留友好口罩 国旗至少平等一般大 这次把美国旗放大碰上 大美国跟前那只小黑猫 蔡政府自己去当 既有黎新线离选台北报道 中选会以室内群聚投票 担心会成为防疫破口为理由 把原本在八月二十八号举行的 四项公投案 延到了十二月十八号 不过外界质疑 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陈伯伟的罢免案 是否会如期举行呢 反萊豬的立委书委书医师呢 他是这样讲的 以防疫的角度来看呢 应该也要延期投票 原来的四大公投 已经确定要延到十二月十八 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那现在大家就在担心 那难道台中市的第二选区 还要再如期投票吗 那如果如期投票 不是要造成全区的问题 虽然七月十二 是有机会解除三级警戒 但解除三级警戒之后 并不代表我们国内的疫情 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中选会必须再做一个决定 就是在公告 陈伯伟的罢免投票案 是八月二十八之后 他必须要再开一个会去讨论 要不要把原来的八月二十八 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所定的这个旗程 也跟四大公投案一样往后延 那往后延当然为了选务的方便 最好当然是跟四大公投一起办 避免这当中增加无谓的群聚 因为万一如果台中第二选区的罢免案 独立投票 那这样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会在今年会有两次的群聚 从疫情的考量 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合并 不管从选务的经济性 那选民不要让他要请两次假去投票 再来当然是最重要的疫情的考量 所以我个人会强烈的建议 在七月十六中选会会在讨论 陈柏伟的这个罢免投票的时候 一定要综合考量上述的因素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